六分之一台湾人吃感冒药 可能会肝衰竭 根据统计 全台B型肝炎代源者 大约有230万人 年龄大多是30岁以上 也就是说全台湾有六分之一的人 如果乱吃感冒药 可能会引发肝衰竭 甚至要换肝 医师表示 大多数人觉得疲倦 酗酒才有风险 但殊不知身体的免疫力 也可以成为可怕的凶手 如果B肝代源者 吃下含有类固醇的感冒药 一开始会抑制免疫系统 但停药之后 免疫系统就会大反扑伤肝 所以建议主动告知 医师或药师自己的病史 就能避开危险成分 除此之外 也建议每半年抽血 超音波检查 如果发现肝发炎 还能及时治疗 以免恶化成肝硬化 甚至肝癌 还有 也别以为婴儿出生时 打了B肝疫苗 就可以高枕无忧 随着年龄增长 体内抗体也会下降 建议17岁后 花个几百块自费 再打一次疫苗 比较万无一失 东新闻台北报导